你好,欢迎收看6月27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在疫情渐渐趋缓之际,Delta病毒却又悄悄侵入台湾了 其中更有足迹出现在隔壁县屏东 县员林威志、陈明峰、陈宏中还有陈正中 特别在总执行关心疫情的相关发展 希望县政府持续做好各项防疫工作,让佳玲可以继续保持 全台疫情确诊数有下降的趋势 而台东县更是连日来保持零确诊的记录 不过更强的Delta病毒也在台湾县中 抗疫的工作丝毫马虎不得 议员林威志、陈明峰、陈宏中及陈正中 都在总咨询时关切疫情的相关发展 我们台湾其实一开始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因为我们的口罩让我们的疫情拒绝在门外 我们的措施也做得非常完善 只可惜上天给了我们两年的时间 国家没有把疫苗的这件事做好 可惜的是因为这件事没有做好 带来的是超过3%的死亡率 看看我们台东在5月15号 三级疫情发布的时候 我们的饶县长非常的努力 可以说是消一干食 在各方面的作为上 得到很多民众很多高度的肯定 有没有看到他们都非常的辛苦 在扶着这些老人家过马路 他们推着这个轮椅都不是他们的亲人 也不是他们爸爸 也不是他们的妈妈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有厌言 没有一个有抱怨 这是值得我们赞赏的地方 台东处处有温暖 像这一种情形 是不是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赞扬 表扬一下 不是像那些未反对后反对 一直在维护这种政策 一直在谩骂地方政府的人 我要让他们看一下 台东有这种很温暖的地方 他们推的都不是自己的亲人 他们不会热吗还是很热 他们有抱怨吗没有人抱怨 所以我们就是要赞赏 台东的光明面 台东最美的风景还是我们的人 管长我又请教你 之前分院管理管长的30万疫苗 这个可以请副县长我们 到了没有 我是问你到了没有 有到手了没有 没有 没有就好了嘛 副县长你坐下 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媒体召开媒体 讲得很大声 但是东西还没有看到 现在我所要讲的就是说 先帮助 让我们台东县 让百姓过得没有忧力 台东疫情虽然说是趋于缓和 那其实我们也不能松懈 那其实我们也要抱持着从最坏打算做好 最佳准备这样一个态度去对抗疫情 那所以我想请教县长 台东县应应未来的疫情的策略 最主要的策略 现在是什么 可以请我们县长说明一下 那个疫苗施打是最重要的 就是赶快来赶快打 那我觉得这个疫苗施打是最重要 然后再来最 然后其他就是 其实对台东县来讲 我们的民众其实相当的熟 为了早日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议员也持续建议县府做好防疫工作 让台东的佳林继续保持 记得看中美台东市报导